文物大使協會表示 特區政府被聯合國教科民組織 就松山登塔警官受建築物高度威脅發出警告信的事件 反映政府在城規上對世維家保護未夠完善 認為除了世維城區、世維景點緩衝區以外 也都需要有整體規劃作保護 楊華東報導 文物大使協會長談接廣表示 對整個世維警區來說 政府都要作全面的保護 認為例如重新登塔受樓宇高度阻礙 就算是合法的工程 也應該與發展商研究 能否將樓宇的高度降低 去維持整個世維景點的完整景觀 以及符合聯合國教科民組織的規定 而在整體城市規劃考慮在保護世維上 不能夠只考慮景點 也要包括保護周邊的環境 規劃其實是存了一些弊端 就是一些分區規劃 就要缺乏一個整體性規劃 令到很多建築物的高度 即使它不是緩衝區 都令整個視野都妨礙著 政府考慮 我們需要整個城市 是一個全面的視野規劃 令到那個世維點 無論是世維點還是甚麼點 周邊的配套都需要更加完善 暫時講話未來政府及團體 亦需要加強對民物保護 以及周邊環境維護的推廣宣傳 而民物大使協會舉行了民物大富翁活動 以澳門歷史城區作為一個大型的棋盤 參賽者以分組的形式 在限時內完成所到12個西維景點的考驗 協會希望透過活動 令參賽者走近民物 尤其是加深青年對西維的形式 既然為了 感谢观看